草帽海贼团与黑胡子海贼团的八项数据对比 招募船员方面对比 草帽海贼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五环端正 几针一手 骷髅人鱼人足改造人都可以入团 但是绝对不会要长得歪瓜裂早的人类 黑胡子海贼团招船员的原则则是绝对不要帅哥美女 那凡是长得漂亮一点都不会入团 听着当年入团的时候 黑胡子可能也考虑了很久 原因便是亲之虽丑但丑的不太明显 因此言之配置有趣方面草帽团完善黑团 船员品行方面对比 草帽海贼团虽然表面上自称自己是海贼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却和海贼完全不一样 他们从未干过什么烧杀抢掠的事情 船员们各个眉清目秀心地善良 绝不对平民弱者出手 黑胡子海贼团的品行则完全和草帽团相反 他们各都是杀人如麻穷凶极恶的真海贼 剧情方面也从未听过说黑胡子不拉百姓一身一线 又或是船员们尊老爱又等等善良友好的行为 因此品行方面草帽团再次完胜黑团 捕刀方面对比 草帽海贼团的原则就是敌人只能被打倒 但是他们绝对不能被打死 因此敌人倒下后草帽团成员是绝不会捕刀的 但黑胡子海贼团的办事原则则恰恰相反 那就是敌人一旦被打倒他们会立马不刀也绝后患 不会捕刀的话 黑胡子是绝对不会要这种船员的 因此捕刀方面黑团远胜草帽团 船员梦想方面对比 草帽海贼团的要求便是不能和船长一模一样 船员们必须每个人都拥有着不同的梦想才行 只有梦想不同这个船员才有可能加入进来 当你听到有个新角色说他要成为海贼王 又或者是想要找到什么大秘宝的话 那么这个角色是绝对不可能加入草帽团的 黑胡子海贼团对于梦想的要求则恰恰相反 那就是船员们必须和船长拥有着同样的目的才行 大家相互利用相互合作 一起去寻找什么所谓的大秘宝才行 当你听到有个新角色说他要找什么昂谷 又或是想着要当世界第一见识的话 那么黑胡子是绝对不会让这种家伙加入到自己海贼团的 虽说团结的力量大 但草帽团虽梦想不同但船员们很是团结 黑胡子海贼团虽目的相同但船员们各怀鬼态 因此梦想方面两个海贼团打成了评手 台词方面对比 正常情况下双方海贼团的台词应该是互相上下 双方船长貌词都发表过服务人心的赤里名言 但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两个海贼团其他方面的台词则是完全相反的 草帽团的人是绝对不会说出杀死人这种台词的 另外山智虽然耗色但他面对美女也绝不会说什么虎狼之词 黑胡子海贼团这边倒是非常的随意 船员们日常聊天基本上都是杀死人之类的话题 除此之外面对美女他们也能说出深入交流等等词汇 因此台词是否美观方面草帽团再次完善黑团 团员戏份对比 前期的话草帽团每个人的戏份都是非常足的 大火基本上对于每个船员都印象深刻 但是后期剧情中其他船员的戏份明显遭到了血减 一部分船员几乎切近透明 一部分船员只能在战场上来回乱跑 一部分船员甚至到了大决战开打后连个对手都没有 船长陆飞的尼卡伙式越来越深入人心之时 船员们则开始逐渐被观众所遗忘 黑胡子海贼团这边则完全相反 船长黑胡子安排不同成员几人一组进行合作时 之前透明的船员们也逐渐被观众所熟悉 包括阴了卡伏一刀的雨突溪流 话狠话不作为的大酒桶和劳魔汉奥爬等等 其实是吃下了幻兽种天马国师的爱马壮壮 估计也比草帽团的某些小公民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 因此船员剧情安排方面黑团完胜草帽团 接地刷副本对比 当草帽海贼团成员集体来到一个副本后 船员们必须得欣赏风景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除此之外还必须得分开等待着最终决战 当最终决战打下后 船员们必须自行寻找合适的对手 在船长单挑副本暴死的时候 船员们也只能看着 即使船长快要被打死了 船员们也不能插手 大伙只要报纸相信船长一定能打败敌人的信心就可以了 当黑团子海贼团的成员们集体来到一个副本后 他们是绝对不会欣赏什么美丽风景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 同样他们也不会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和伙伴分开 按照计划和目的 他们必须得尽快和副本暴死发生战斗 战斗的时候船员在船长有危险时必须得尽快插手 因为不插手的话船长真的有可能会被打死 考虑到草帽团带着观众欣赏了副本美景 且草帽团的船员们不插手 船长单挑暴死们都死不了 故而集体刷副本方面的强度草帽团完生黑团 分开刷副本对比 当草帽海贼团分头行动进入到不同的副本时 比如陆飞带队进入了蛋糕岛 但索隆带队进入了核之河 船长陆飞这边的蛋糕岛副本剧情一直在不断地推进 但是船员索隆那边的核之国副本却止不顾前 原因便是核之国副本要向有所发展的话 必须得等船长陆飞来了才行 只有船长真正加入到这个副本后 那么这个副本的剧情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当黑胡子海贼团分头行动进入到不同的副本时 船长这边的副本剧情一直在不断推进之时 船员们那边的副本必须也得和船长一样有了结果才行 比如黑胡子和西流卡特林杰美俄阵王驻守控朝导之时 他们拿下了前来寻找部下的莫里亚 另外一边单独行动的巴杰斯虽然没能获得烧烧果实 但他之后发现了革命军的总部巴尔迪哥 当几个船员联合起来一起捣毁革命军总部之时 黑胡子又带着两个部下前往了女儿岛副本 虽然果实狩猎失败但他抓住了海军英雄特别 与此同时亲自那边带着范奥卡也前往了蛋糕岛副本 两人联合起来最终抓住了能够读动历史正文的布林 紧接着黑胡子带着手下又来到了胜利岛副本 打败罗获得了对方手中的历史正文之时 入手逢朝道副本的船员们也有了新的收获 那就是被抓的克比跑了但他们服务了海军英雄卡普 同一时间点卡特林迭美和劳魔范奥卡也没有闲着 他们在弹头岛副本右航船长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因此横开刷副本的效率回团完胜草帽团 好了本期的水视频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再见